周五周六 晴空万里 内心的爱源源不绝 多疼惜自己跟身边的人 周日脸皮薄太敏感 别人的话别往心里去 自己找点落子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如广老师 欢迎收看7月9号到11号 Today三分钟运势周末版 只要三分钟掌握周末好运气 待会我们再揭晓运势的时候分四组 第一组爱情Top3 第二组工作运Top3 第三组财运Top3 第四组加强戒备组 同时参考你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一开始来揭晓爱情运Top3 人际关系好运的也放在这一组 第三名 狮子座 沉淀思考自我蜕变 周五周六适合独处思考一下生活的种种 周日兴奋有活力 感情生活很炙热 避免太敏感太自我忠心 爱情运上榜的第二名 母羊座 情人体贴如胶似漆 周五周六家人互动和谐 感觉很幸福 周日有另外一半的依旧互动很火热 单身的母羊追求者上门 注意三角恋 爱情运上榜的第一名 双鱼座 宽容关怀爱神降临 周五周六人际中有非常被宠爱照顾的感觉 单身的双鱼可能出现好对象 周日注意避免暴饮暴食要保健身体 接着我们来揭晓工作运Top3 上榜的第三名 处女座 宇宙加持带来机会 周五周六感觉到贵人出处 可能排面下 有人为你带来资源与机会 周日注意秘密恋情 也要小心跌入纠葛的三方恋情之中 工作运上榜的第二名 天蝎座 多方贵人事半功倍 周五周六人际和谐 有贵人也有机缘 一切都水到渠成 周日家人间相处的压力 要耐心协调 工作运上榜的第一名 天秤座 表现出色更上层楼 周五周六深受主管的支持与信任 职场表现也很出色 周日远离朋友圈狗屁刀糟的事 接着来揭晓财云Top3 上榜的第三名 射手座 家庭事务 待望财运 周五周六 也许因为家人宠爱 带来财务上的好运 中介业务工作 财气上扬 周日可能有恋爱的好消息 财运Type3上榜的第二名 双子座 展现自信 创造佳击 周五周六 工作上表现自信与能力 待望业绩与财运 周日感情不顺 告白谈判都不宜 注意交通安全 财运上榜第一名 巨蟹座 发光发亮迎来奇迹 周五周六积极努力 贵人带来好机会与财运 同时注意人际缴 力所带来的不安 周日有乱花钱的倾向 最后我们来揭晓 加强戒备组 上榜的第三名 金牛座 行程忙碌 注意家庭 周五周六 人际关系忙碌 带来新鲜有趣的事 同时注意交通安全 周日家庭关系不稳定 要带着耐心来协调 下榜戒备 上榜的第二名 水瓶座 职场平顺 用爱代替冷酷 周五周六职场平顺 得道多助 平时针锋相对人 带来些许的杂运 周日带着爱 多多满足自己的家人跟伴侣 这场戒备 上榜的第一名 摩羯座 人际魔和自我提升 周五周六明显的感觉到 伴侣合伙带来的助力 却也深深的 害怕失去主控权 要自我提升 来增进信任感 周日看紧荷包 更多整体新做运事 与天象分析的内容 请参考影片页面 内文栏中的连结 有任何的建议与想法 也欢迎留言给我们 也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记得按赞订阅 分享LightDay官方账号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 早上八点钟 准时上线 记得天天收看 我们下个礼拜一见